敢杀人类政务的四个妖怪 狮子代表战争 蜥蜴代表瘟疫 龙代表饥饿 蛇代表无信 不讲信语 无信 这很有意思啊 慕尼黑的旧市政厅 阿特拉特哈斯 阿特斯拉特哈斯 和新市政厅 诺耶斯拉特哈斯 都位于这个广场上 后者建于1867年 到1909年 二战后重建 是一座弗兰德斯哥特寺建筑 弗兰德斯 弗兰德斯 其正立面的长度超过300英尺 以精美的石雕 壮实260英尺高的塔楼 和宗秦连同附近的圣伯多路教堂 慕尼黑圣母教堂的双塔 构成该四天际线最独特的特征之一 也将玛利亚广场列为慕尼黑十大名圣之一 在卡尔广场和玛利亚广场之间 人群密集的步行区开设了不少商业 商店和餐厅 玛利亚广场下设有 慕尼黑地铁 乌版和轻轨 S版 人家S版是那个城市火车 它叫来个轻轨 没说的 人家原词根本就不是轻的意思 人家城市内的火车 是这个意思 所以叫start版 S版 它来个轻轨 什么叫轻轨 车站 室内火车 车站 构成一处重要的交通枢纽 这里也是啤酒馆政变 纳税党和国防军的战场 玛利亚广场 360度全景 360度全景 看看 2006年7月拍摄的 360度全景 玛利亚广场 360度全景 这就是那个大 这是旁边的了 这又过来了 这才是象征 那是玛利亚元柱 那天使就在那下头 四个 在那斩杀 恶龙 然后这是对面 圣母教堂 双母教堂 然后这又转过来了 这就是那个 新市政厅和玛利亚元柱 360度老给你看呗 有这意思 真正的那个地方 比这人还多 这就是市政厅 新市政厅 老市政厅建的一贯 这又转过来了 这是玛利亚元柱 下面有四个天使斩杀 四个怪兽 走 就这样